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南巡新版本出来了 我花了399块钱升级了下我之前的设备 新版本功能更强大 先开机来看一下 首先这一代新版本比上一代的版本多了一个电源编辑输出功能 除此之外呢 它在各个功能上面做了很多的优化细节 在操作方面增加了语音反馈声音 听有这个滴滴的声音 这样可以防止误触 解决了上一代电源输出不稳定的问题 而且呢 在显示这方面呢 又做了很好的优化 先看一下这个电压电流或者功率是吧 上面显示这个小竖条后面呢 都是两位数值 上一代呢 都是一位数值 这一代呢 增加了一位精度 这样的话就看得更加的精确 电烙铁方面也做出了优化 这有常用温度 二百八 三百 三八五 如果这个温度我们不需要 也可以手动在这 调温度 最高这可以调到五百 做实验来看一下 很轻松就把冰淇化开了 这样就说明电烙铁 比上一代功率更强大 电烙铁在使用的时候呢 这也可以显示实时的温度 看一下刚才是 二十多度 你看一下 直接变成一百八二十八 二百度了 这个升温还是非常快的 这样在使用的话 多少度 一目了然 使用风枪的时候 也可以显示实时的温度 咱们把这个风速 给它调到最大 来听一下这个风速 这个噪音 比上一代小了很多 听一下声音 还是比较小的是吧 然后返回 咱们点开电源编程功能 这样呢 可以设定电源的输出时间 和断开的时间 看一下它有两个通道 这样呢 可以设置多少秒 这可以设置多少分 在这呢 可以直接往这边拉 其实呢 咱们先设置这个秒数吧 先看第一通道 点开 然后呢 在这儿是这个通是三秒钟 关闭设这个两秒钟 然后第二路 在这儿选择通是两秒钟 关闭呢 可以给它设一个三秒钟 都可以随便来编辑的 到这儿点开循环 开关打开 然后呢 它就开始工作了 工作的时候 这儿呢 还有个模拟的一个指示灯 咱们看一下 通的时候 它显示是绿颜色 断开的时候 就是红颜色 下面这儿 可以设定电流的大小 就是可以设置最大 它的输出电流 然后这儿呢 可以设置总的这个时间 就是循环 总长时间 返回 然后再看一下 数值分析功能 由于它这个精度的提高 数值显示的非常的平稳 咱们看一下 开始测试一下 先看一下这个黄色的 电流呢 在通电的时候 电流呢 是在上面 不到一安的电流 当断电的时候 这个电流就没有了 直接都落到最低端了 看一下 显示的 都是非常的平稳的 然后返回这边 咱看一下系统设置 其实呢 在这边 也可以效准电烙铁 电压 常用温度 风枪效准 电流效准 都是可以给它效准的 这是可以设置 提示声音的大小 背光亮度 报警声音 都是可以设置的 南巡的399换新业务 当南巡研发出新版本的时候 老用户只需要399 就能将老版本 电路版软件换成新版本 我作为南巡的老用户 是有优惠码的啊 大家在升级的时候 只要把上面这个码 给了客服 客服呢 还能再给你优惠30元 非常的给力哦